古代皇帝的生理启蒙老师 教学完成后都去了哪里 是继续深度教学还是耐入后宫享乐 第二种无法解释 第三种将人类的欲望体现得淋漓尽致 古人早熟的年龄一般是十二三岁 然后便会开始生理启蒙 启蒙宫女五官要端正 皇子年纪小 启蒙宫女一般都要大上几岁 身体早已发育 该有的都有 为了防止皇子们沉溺 宫女要严格控制时间与次数 而且不能做出任何妖媚之举 一旦被发现会被重罚 因此宫女在教习中会很死板 很难得到皇子喜欢 在教学完成后 他们通常会被外放出宫给一大笔钱 确保此生吃喝无忧 当然不可以嫁人 毕竟皇帝睡过的女人若是在家 不就相当于给她戴绿帽了 第二种出路 若教习过程中皇子对启蒙宫女产生兴趣 作为十二三岁皇子的第一个女人 她们很有优势从此上位 第三条出路 可以留在皇帝身边做一名贴身宫女 只是除了日常侍奉 还要在皇帝有兴致时准备着现身